今天一開始我們把鏡頭看到了大陸的東北 因為在這邊發現了一件讓人非常遺憾的意外 原來是大陸東北迎來今年下半年的目前最強暴雪 但沒有想這個暴雪累積在體育館上 竟然造成體育館的屋頂因此倒塌 而有三名的中學生也因此被埋在斷垣殘壁底下 家長邊跑邊哭喊 因為他的小孩疑似受困在坍塌的體育館內下落不明 大陸內蒙古東北地區六號下起暴雪 結果疑似厚重積雪 壓垮黑龍江加穆斯市一座體育場館的屋頂 事發當時有七人受困 其中三人自行脫險 一人輕傷 有三人不幸罹難 俱樂部負責人已遭警方逮捕 要追究相關責任 連腳都不用抬 強風直接把人吹著走 有民眾被吹倒在地完全無法起身 黑龍江網友上傳及時影像 只見行人各個東倒西歪 站都站不穩 剛下課的學生也抓著扶手慢慢移動 生怕一個不小心摔個底朝天 大陸東北地區歷經史上 範圍最廣 強度最強 風力最大的超強暴雪 黑龍江省三十一條高速公路封閉 哈爾濱機場數百架航班取消 鐵路列車停駛 中小學幼兒園停課 政府也提醒民眾盡量別出門 黑龍江省氣象台持續發布暴雪紅色預警 何時恢復正常生活 得看老天爺臉色 TV別新聞 葉君洪代人力綜合報導 最近一萬是天災或許也是人禍 而且現在很多大陸的東北的民眾 都想問到底是發生怎麼一回事 因為這個體育館啟用還不到一年 竟然發生了屋頂攤趴的意外 而且在黑龍江過去的三個月當中 其實就連續傳出兩起體育館屋頂的倒塌事件 也造成了14人死亡 而且剛剛看到這三名死亡的都是中學生 但會讓很多民眾覺得非常的一看 也非常生氣 根據了解這個體育館是一施工單位 在他的樓頂放了一種保溫建築材料 叫做珍珠岩 是違法堆放在這邊 所以才導致因為他吸盡了太多的雨水 而導致這個體育館出現了坍塌情況 不過現在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其實在東北這邊 現在天候當然是非常不好 尤其剛剛新聞告訴大家了 這是目前以來 這個有紀錄以來的這個範圍 比較廣大的一次暴風雪 那我們的記者 特別記者陳香如還有謝賢七 也到了哈爾濱 帶大家來看到現場的最新情況 我們掉下了 下了一天一夜的雪 計程車從機場前往飯店途中 一不小心車胎陷入深度二三十公分的雪堆 進退兩難 前不著村 後不著店 幸好隨後有救援車輛趕到 連拖帶拉 把車子從積雪中印拔出來 大陸特派記者 陳香如謝賢七 前往黑龍江哈爾濱 直擊暴雪的驚險現場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當地人就說 出雪沒有看過這麼大的 有多深 現在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已經到了我的膝蓋了 凌晨時分上千台大型破冰車 連夜剷除馬路積雪 積雪已經結成冰 在路邊堆得跟小山一樣高 往年 往年頭一張雪沒有這麼大 今年我感覺頭一次重大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他們要做到多細 因為這都是石縫對不對 雪到下面去以後 基本上都會把這些縫隙給填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用鐵鑿 需要把這個縫隙裡頭的雪 一個一個通通都給鏟掉 根據黑龍江省氣象局 發布最新資訊顯示 七號白天 吉林 黑龍江 內蒙 遼寧等地區仍有大雪 甚至暴雪發生 入夜後 哈爾濱南方局部地區 仍要小心警戒 不過到了八號 將陸續轉型 暴雪危機暫時解除 其實暴雪的話會對於當地的電力設備 能源儲備 還有電信通訊的話 通通都會因為結冰或者是斷裂 而受到了影響 這也就非常考驗哈爾濱這個城市 他們的應變能力 當地居民表示 今年出雪的規模相當罕見 也見識到了極端氣候的威力 TVBS特派記者 陳湘如 謝賢熙 在哈爾濱的採訪報導 好 我們再來關心到 是以哈衝突到底現在的戰況如何 當然現在各界都聚焦 是在加薩市這個區塊 尤其他已經可以說是被以色列全面包圍 我們來看到根據相關的媒體 還有相關的研究單位所做出來的圖 現在加薩市面臨到的情況到底是什麼呢 基本上其實它是一個被以色列包圍的態勢 北方的邊境 其實已軍是慢慢的推進 壓縮加薩市的空間 而且在很多的地道入口 都是採取一些零星的戰火情勢 還有其實現在也採取一個 把加薩市不斷圍困的情況 甚至海陸空三方 持續的來壓迫加薩市這個區塊之外 當然空襲也沒有少 持續在空炸 不過其實現在畫出了一條界線 安全區的界線 這條界線就是瓦迪加渣河 這一條拉出來以北地方 其實都是目前加薩地區 加薩走廊戰火最明顯的地方 也是大家看起來更擔心的一個區塊 甚至AP就說了 目前更血腥的階段 有可能會持續出現 因為目前都還沒有任何 以軍想要暫時停火的跡象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現在以哈馬斯旗下的卡薩姆旅 就是從黎巴嫩發射火箭 朝以色列的北部來進行攻擊 發射了16枚火箭 而當然以色列的軍隊也開火反擊 甚至也出現了史上熟度的太空戰鬥 聽起來非常科幻 但其實就是以色列軍隊使用了飛箭的防空系統 在地球的大氣層外擊落夜門判區所發射的彈道飛彈 以這樣的形式 因為它發生在這個大氣層外 所以外界才解讀說 這是史上首度的太空戰鬥 不過現在當然各界都非常關心 這一次的以哈衝突 會不會再演變成個中東全面開戰的局勢 雖然目前周邊的國家都看起來非常克制 但我們昨天也告訴大家 美軍其實也有一艘二害二極的巡弋飛彈核潛艦 已經抵達了蘇伊士運河 就是希望可以強化他們在中東地區的 嚇阻能量還有嚇阻的威力 另外在黎巴嫩紀念的哈馬斯側翼也宣稱說 剛剛提到他們朝著以色列的北部 發射16枚的火箭 但也引發了以色列軍隊進行反擊 以色列國防軍再度釋出轟炸黎巴嫩 真主黨目標影片 不過這一波波攻擊 導致一名老婦人和三名孩童不幸喪命 對此 真主黨開槍 這是違反交戰規則 要以色列付出代價 以色列的空襲警報也再度響起 以色列全國警戒 因為哈馬斯的側翼卡薩姆旅宣稱 從黎巴嫩境內向以色列北部發射了16枚火箭彈 遺離邊境局勢持續升溫 不只有大量以軍坦克聚集在邊境 為了加強嚇阻力道 美國罕見公布了這張照片顯示 美軍二海爾級巡弋飛彈核潛艇已經抵達埃及 開羅東北部的蘇伊士運河 根據CNN報導 這艘潛艇可以配備一百五十四枚戰斧飛彈 數量比巡弋飛彈驅逐艦多出百分之五十 更是美國海軍最新攻擊型潛艇的四倍 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來亂 而由伊朗支持的燕門青年運動 在上週發射彈道飛彈 攻擊以色列南部遭乙軍攔截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是在地球大氣層外 就成功攔截這枚飛彈 也就是說這可能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太空戰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而雖然我們剛剛提到所謂的 史上第一次的太空戰鬥 但大家更希望的是在地面上 尤其在加大地區 能不能稍稍停火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現在美國是載軍援了 這個以色列 要做什麼呢 根據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我要說在10月31號的時候 這個美軍的政府其實就向國會 美國的政府就向國會的領導人 正式通知說要計畫提供給 以色列新的武器 叫做SPICE系列的華翔炸彈套件 其實這個炸彈套件 是可以裝設在這個戰機上面的 而且可以透過戰機 直接投放精準導引的智慧炸彈 所以說它其實攻擊的目標 會更加的準確 價值非常高 來到了102.9億元 當然如果美軍或是美國 加持以色列更多精準的武器的話 恐怕在戰場和戰事上 但或許對以色列有所注意 但其實對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 人民來說絕對是一個重大災難 所以到底有沒有可能停火 尤其在整個國際的局勢上 現在停火的聲浪是越來越大 美國總的Joe Biden跟這個 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 其實在過去都有不斷的頻繁通話 透過電話來通話 在6號的時候 他們也討論到戰術性停火的可能性 而且其實他們最大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平民可以安全離開 還有人質獲釋 甚至可以獲得其他的援助 這當然是美國的一個算是一邊支持 以色列捍衛自己的自衛權 同步也希望可以消滅 國際上施壓的一些壓力 但是所謂的戰術性停火 納坦雅胡到底有沒有答應呢 答案是他松口接受了這個提議 而且他說未來會分區分時 按照戰略的目的來進行停火 以色列國防軍公布最新畫面 坦克炮兵部隊不斷開火 此虎步兵戰車緊跟隨在後 不斷的逼近加薩市中心 以軍宣稱包圍了哈馬斯的堡壘 過去24小時之內打擊450個目標 CN記者日前獲准搭乘以軍的裝甲車 進入加薩之級 他說這段路危機四伏 隨時可能有哈馬斯 從地道竄出埋伏 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 也受到以軍的嚴格管制 只是戰況可能出現 重大轉折 美國總統拜登跟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通過電話之後 納坦雅胡終於松口 有可能戰術性暫停行動 從堅持不停火到現在說願意暫停 以色列的態度似有轉變 而人在中東斡旋穿梭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從土耳其離開前也透露 人質談判跟人道救援都有進展 白宮說接下來幾天會繼續跟納坦雅胡溝通 畢竟就算只是暫停一小時也多一分機會防止衝突擴大 體委長 曹報道 而其實現在對加薩地區特別是孩童還有這個富人來說 他們最希望的還是可以永久性的停火 甚至進入到休戰情況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加薩地區真的可以用兒童的墓地來形容 我們說的就是墳墓了 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瑞斯 他就說加薩現在正在成為兒童的墓地 每天有超過上百名的孩童死於戰爭 而且與此同時 哈馬斯一把平民當作盾牌箱以色列來射擊火箭炮 所以說聯合國的立場當然譴責以色列的開火 同時也譴責了哈馬斯認為說 他們應該其實或許往後退步 就可以讓雙方都能盡量的放下仇恨 那其實以這個加薩衛生部來說 根據統計現在光是在這場戰火 有統計的數據來說 這個死亡人數已經來到了1萬人以上 而且現在戰爭已經來到過了31天了 每天都有人傷亡 但是或許你會很好奇說 這個死亡人數到底是怎麼樣精算出來的 到底準不準確呢 在10月26號的時候 尤其當時就有看出了將近7000名的死者名冊 很多的媒體也在現場做採訪做核實 像是BBC說你說這個1萬多人 其實裡面只有在院裡頭過世的人 就是在醫院裡頭過世的人 其他像是在一些倒塌的建築物底下的 或是在戰云團幣底下的 基本上都沒有就是算在裡頭 甚至法新社也見證了刊驗流程 不過這個數字其實也變成很多國家 還有這個組織當中的交鋒 怎麼說呢 像以色列組織說 這個恐怖組織他提供的資訊 你敢信嗎 他說你應該要審慎的來檢視他 美國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 也質疑他的正當性 對數字還是抱持的質疑態度 但後來其實改口說 其實他們也認為說重點還是希望 可以盡量的把這個戰火稍微的延緩 這是他們美國的態度 而Dorecho則是抱持一個可信度偏高的態度 他說數據是可信的 因為這時候是明顯有資訊管理系統 可以經得起分析 不過不管怎麼樣 其實在加薩地區傷亡的數字 現在隨著以色列還有加瑪斯 哈馬斯不斷的交鋒的狀況之下 數字是絕對有可能持續的往上攀升的 剛剛提到以色列其實希望 可以稍微的戰術性的休戰 就這裡停一個小時 這裡那裡停一個小時 但是他們並不承認 這是一個停火行為 但是其實在加薩地區 他們最擔心的 除了我們看到很多地區之外 最擔心的還是在醫院裡頭 因為醫院裡頭有很多的傷患 很多的嗨頭 甚至很多的平民也都待在這些區塊裡面 尤其當地最大的西法醫院 也遇到了砲襲 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 醫院大樓內民眾蒼黃逃命 頂樓竄出真正白煙 加薩最大醫院西法醫院 當地時間6號再度預襲 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 第八衝突劍滿一個月 加薩醫院不斷淪為劍靶 讓以軍行動備受抨擊 以色列公布多段空拍影像自清 強調並非針對老百姓 而是利用平民設施的哈馬斯 加薩北部謝赫哈馬的醫院 被捕捉到疑似武裝分子 和地道入口影像 有情資和影像佐陣 以色列拒絕停火 更持續擴大地面戰 陸海空封鎖加薩 更計畫未來48小時內 全面圍攻加薩市 但衝突至今 加薩地區已有超過萬人喪命 其中多達4000人是孩童 聯合國秘書長沉痛發聲 以色列民眾則點燈祈禱 喊華政府解救人質 耶路撒冷就城區牆上 投影出人之家屬 心心念念的身影 儘管美國積極斡旋 總統拜登也與以色列總理 協商戰術性停火的可能性 但以色列態度強硬 就怕解救人質停火 遙遙無奇 TVBS新聞還宣播到